大家好 我是王狗 記得這個地方吧 沒錯 末班車都市傳說 這裡的260號公車 沒有啦 相信辛亥隧道這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 發生過非常多禮異故事 因為旁邊有一個第二殯儀館 我剛剛有去那邊上廁所 我聽有的人說好像 去那邊會有一點不舒服 我在好奇說 當你流汗的時候 你也會有味道 過世的時候可能會有一種味道 可能可能就是對那個味道過敏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種感覺 辛亥隧道傳說 有人從入口的地方進去的時候 聽著FM103的廣播電台 結果開到一半電台頻率突然轉換成 入文ICRT的頻道 大家好 我是十三月團 我是主唱小寶 大家好 我是吉他手小宇 我是那一手君民 快要開到出口的時候 又突然轉回成了中廣電台 當時就是有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這個人就把他車記錄器放到網路上 後來就有人突然說 附近的殯儀館磁場在作祟 還有人說 有可能會看到旁邊有騎腳 他車很男子 隧道裡面本來就可以騎腳踏車 下面可以騎腳踏車 今天呢 就是要來驗證看這個傳說 走吧 我們現在要轉中廣電台103.3FM Radio OK 中廣新聞網 往前進入隧道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妳會面對 是這樣嗎 剛路乾爹 或是 89 正常 或者是不方便 站兩位 美國的電話信念 是的 才不會有這 legen 聽到 前面在我 車! 完全不理 對 要算是 欸!停掉了 欸!看一下看一下 讓我們轉到新聞店的ICRT 我不要動它 出去之後會不會突然好轉 打發音 誒誒 filled 沒有 應該是隧道 隧道也沒有訊號不好 好好玩噢 那我們再試一試好不好 進入進入 進入隧道 我們真的都沒有動 給我看 欸開始雜訓了 嘿 那就是隧道訊號問題啊 隧道訊號問題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 要傳這個隧道問題咧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訊號不好 然後出隧道的時候 然後跳的另外一個 哦 有可能先出隧道 看一下會不會變好 哇 原來是這樣子的都市傳說 欸 那個新聞台騙人 新聞台說 記者今天來實測 進入辛亥隧道一切正常 相信你們都有看到 剛剛那個片段吧 我們進去辛亥隧道的時候 完全沒有發生任何的事情 看起來似乎是 你就可以以訊號不好解釋 辛亥隧道的廣播傳說這件事情 這不是重點 事隔一個禮拜 會回來這個地方 主要是因為 我回去想到 廣播電台它的原理 是透過衛星的無線電波傳遞 我之前跟鬼魂溝通的那個EVP呢 也是透過FM電台的訊號來 跟鬼魂溝通的 那如果像辛亥隧道這種 充滿靈異傳聞 又接收不到訊號的地方 使用EVP的話 不曉得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不知道EVP什麼的人呢 大概是這樣子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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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 我今天就這樣拿著EVP 一個人獨自走進辛亥隧道 看看直接入到一些東西呢 那我不多說了 就直接前往吧 Go 我們現在要直接 徒步走進辛亥隧道 其實我覺得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多 看起來就是很亮 凌晨的一點多 可是其實還是蠻多的 不知道這個是 代表什麼意思 睡得要做彩繪吧 現在走進辛亥隧道呢 讓我想到說網路上有非常多傳言 比如說騎車騎到一半的時候 背後有人叫你騎快一點 或者是你會看到在隧道裡面亂晃的鬼大坡 不知道這個傳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欸這裡有一個第一聯絡道 我覺得這第一聯絡道看起來還好 我們就繼續走 我眼睛真的很腫 看一下第二聯絡道裡面有沒有什麼 比較恐怖的平凡 我們可以進入 看起來還是一樣 這裡還有寫字號耶 我在想是不是他的傳說是以前比較恐怖啊 現在感覺人多車多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 三年代代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事 車多人多 我們還比較可能成為都市傳說 欸欸欸欸 發現了這些字 有沒有看到 很像那種假的 很像在講時間啊 現場應該不會有人這樣記事情吧 但是 很像是湯汁三百手的我感覺 搞不好那些也是一個隧道記號也說過 沒有把它想的那麼恐怖 好了 我們現在接著呢 出口前呢 有一個最後一個第四聯絡道 可能是的血液也是死嘛 就在這個隧道吧 有一種陰涼感 因為這個隧道 正常來說是不會有人走的 我覺得蠻MASH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來吧 所以我現在拿出運行 在這個第四聯絡道 準備開始進行這部傳說 但講真的 這個隧道 沒人的話 真的還蠻荒複雜的 好再講廢話 我們現在打開它試試看 我們現在打開它試試看 開始吧 對 我跟它 對 都是 對 跟我預想的一樣 都是雜訊 沒有收到任何聲音 因為收到的話 它會隨機跳平 那我們就現在直接開始測試 我們來看看 它到底會給我們什麼樣 很驚人的回答 我想請問 辛亥隧道 是不是有好兄弟 你們的存在呢 是大家口中的那一個 鬼脫破嗎 還是雜訊 我換聽 我聽到一個圍 可是不是從這裡 是從後面 可是後面不可能 因為後面是車子 所以不可能 讓我問第二題 第二題我想問一下 私人域的問題 有發到我的朋友的指導 我弄為遊戲工作室 第一款遊戲 創作版Youtube給你們 快要發了 你可以幫我一言 我們這款遊戲 玩家的最終目標 參加Youtube大會 你講 這個條件 在幾間之內 有玩家可以破台嗎 如果猜到的話 從今天開始 你就會相信 這個東西有存在 好 接著第三題 我想問一些怪奇類的 請問一下 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嗎 還是雜訊 不然接著我就繼續亂問 但我想請問一下 後面怎麼突然一剩毛毛的 真的有一種 兩風的感覺 而且這個是寫的 對不對 我不知道是 那個 我看 嘿嘿嘿嘿 嘿嘿 你都聽到嗎 他剛剛說到片號 我不知道是 我聽出來是怎麼樣 我回去看錄影畫面 因為不知道 搞不好是 真的剛剛好 插到 或是 我會換你 真的覺得 人會有一種 背後的情緒 當你沒有一直看後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後面涼涼 你就讓你一直滾入 你不會想要走 做會有這種感覺不一樣 可是我這樣子問 請問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 這邊的鬼國的話 不是你讓我涼涼的嗎 只有我心理作用好嚴重啊 真的我覺得會有心理作用 你看那個東西 你會覺得它很像冷點 對 你會覺得 背後怎麼就這樣 這麼窄的距離 然後就覺得 我也把剛剛那些雜訊 放到電腦上面降噪 結果呢 跟上次的EVP一樣 有錄到一點點的雜音 就像你們看到的這些波形 不確定是不是 只是被雜訊處理過後 音頻跑掉 我都已經把 所有我覺得有 雜音的地方放上來了 像這條特殊的就是 切到平道的那邊 你們聽聽看 好 那我就全部播給你們聽聽看 我看我看 有時候 我看我 有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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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